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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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网友,这条片讲一下 蕭尔茜去中国 他去中国 惹起了很大的争议 人家觉得 德国特别 浅薇中国 他去了之后 法国有批评他 在法国 现在是在欧洲 带领 要对中国的汽车 进行补贴 这样的调查 带头国家 法国也是最勇的 就是说要派兵 去屈难 欧洲很多国家是跟法国走的 我们检讨一下 蕭尔茜去中国 究竟他在做什么 应该播出是 19日 19日晚 我们就会直播 11点 讲理财 讲生意经 现在可以订一下 爱文芒 爱文芒就是 两大明芒之一 我很喜欢吃爱文芒 其实我喜欢吃爱文芒 多过吃爱雪的 因为它的核小一点 红色皮 深红色 我们在树上八成熟宅 几日后寄到香港给你 刚刚好入口 13日开始售 5月24日 5月24日 送给你 去店铺取的 每箱就是3公斤 9至12个 498元 你自己去取的 308元 如果你当是10个 30元一个 很大 就可以去我们几家店铺 德国总理萧尔茨 他跟习近平见面 我们小心点看看 讲到经济议题 他说 德国无意与中国脱欧 你说这些 你不要紧张 当日马克龙也飞去中国 马克龙也飞去莫斯科 见普京 这是典型的说话 不脱欧 耶伦也是这么说的 你结果看见耶伦回去又如何 但是警告中国政府 一定要压制中国商品 不要大量涌入欧洲 这句说话 其实 不想脱欧 要你自己压制 不要去欧洲 那是怎样呢? 做一个限额还是怎样呢? 其实结果都是要压制你的商品 涌入欧洲 欧洲希望降低风险 深化现有的家黄 建立新的联系 这些都是典型的说话 现在正在做的生意可以继续做 建立新的联系就是什么? 讲AI 讲气候 讲控制疾病 讲削债 其实都是那一套 但是他特意用温和一点的言论 讲的 他对于欧盟调查中国 为绿色技术产业提供补贴 表示了保留 这个就指电动车 欧盟对电动车 锂电池的调查 他说有保留 即是他不是主张那个 他有些怀疑 他没有说到他反对 他没有说到他反对 欧盟 如果他反对 德国大力反对就做不成 结果欧盟 就调查了几个月 而在3月7日开始 登记了电动车 预备保交关税 这个就是非常危险 你知道电动车 在中国电动车 占了欧洲的电动车8% 欧洲的电动车 已经渗透率去到20% 是8%of 20% 任何贸易讨论 一定要说公不公平 不是因为想有保护主义 这个原理当然是对的 但是 他在哪里才是公平 多少是变成保护主义呢 他透露他对欧洲进口中国汽车的观点 说到这里 他说欧洲市场 是应该开放给中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欧洲车在中国 也有他的市场 他是会想到 如果欧洲限制中国电动车 中国会不会限制欧洲车呢 欧洲车有小部分是入口车 那些贵很多的 另外大部分 是在中国制造的欧洲车 重要的前提就是公平竞争 第一 不傾销 不生产过程 不侵权 哦 说到这个 结果又是那些 喂 你说公平竞争 现在人家就说 现在你的盟友就说他生产过程 傾销侵权 不敢做 还有 不要大量涌入欧洲 不过反过来说这句说话 我们是很朋友的 但你不要轻销 你又是说人家轻销 是不是 好了 另一集就明白怎么说 中国出口电动车 鋁电池 光电池 对你们有益 你母亲大减价 你父亲大减价 根本是 你拿了好处都不知道 豐富全球的供给 缓解全球通胀 令到通胀低了 给一些正东西 又便宜又漂亮 大减价 中德两国 应该保持自由貿易和经济全球化 不要有保护主义 要用市场来看 经济法则去看 哪个便宜哪个漂亮就买什么 没有什么叫做傾销 没有什么叫做产能过剩 漂亮的便做多些 客观辨证地看产能问题 因为受欢迎产能就多了 希望德方为中国企业 付得提高公平透明开放 不歧视的营商环境 他说我卖东西去你 就是市场规则 没有什么叫傾销 肖尔茨就说 我欢迎你来 但是你不要傾销 不要生产过剩 结果最后 说得客气些 都是那句 但是现实是怎样呢 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报告 中国的产业補贴比市场 经济国家高出几倍 非常保守 我估计2019年 是GDP的1.73% 2350亿美元 即是2万亿人民币 2022年 99%以上的上市公司 由政府直接補贴 政府補贴是这样的 政府有些行业補贴 譬如今次鼓励做半导体 你一做半导体 地方政府 就会入股给你 这是一种補贴 拿地 基本不用钱 免税 这些 叫银行借钱给你 不用还 然后出口 退税 这是不算每架车津贴多少钱 美国就是每架车退税多少钱 他不是 你一做这个 地方政府已经付钱 彭博说 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比亚迪 获得34亿欧元 政府直接補贴 2022年是200亿左右 一年200亿人民币左右 他赚100多亿 200亿是政府補贴的 所以比亚迪 每架车 赚不到1000元人民币 可以大力抗产 大家看看 direct政府津贴 to比亚迪和上汽 大家看看 这个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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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汽 这个 是津贴这么多钱 每架车津贴这么多钱 苏尔茨会智 集后 在X上面发文 这个 第一点 他是用非常柔和的态度 希望习近平 约束一下 在绿色能源事业上面 这三件事上面的傾销 但是 习近平拒绝了 没得谈 没得谈 就是看你德国敢不敢 不制止 这个 这个 欧盟 对他作出制裁 或者限制 第二件事 其实萧尔茨去很紧张 就是因为 怕俄罗斯打赢仗 乌克兰 我要求 习主席 要求 请求 对俄罗斯施加影响 叫他停止这场疯狂的征战 撤回他的军队 他是用友谊去绑住习近平 叫他不要再支援俄罗斯 因为现在战场发生的事 就是俄罗斯的军工企业 是获得复兴 现在生产了很多武器出来 俄罗斯又征了军 俄罗斯在战场上拿了优势 他在会谈中向习表示 对你无益 俄罗斯对污的侵略战争 和俄军备 对欧洲安全 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影响了我们的核心利益 影响了我们德国的利益 我们德国是你的朋友 影响了我们德国的利益 对你都没有好处 俄罗斯破坏国际秩序 违反联合国宪章 希望有共识 上次开和平会议 俄罗斯没有来的 他要习近平拘捕他来 肖尔治用不是对抗性的言语 来引入这个话题 在公开场合是这样的 他不是指控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经济 或者中国继续向俄罗斯出售商品的忧虑 而是叫他帮忙说和 叫他帮忙按住普京 是用第二种言语来说话 我讲个结论给大家听 这个其实呢 做戏一个唱红面 一个唱白面 他是飾演红面的 这班人是拉帽 邪猫尾的 其实不是黑面和白面 而是红面和白面 在京剧上红面的人是中的 白面的人是奸的 曹操就是白面 等于呢 如果说西边 我们叫做good cop bad cop 这个好人坏好警察和坏警察 一个劝你一个打你 警察和警察 他就不说他去资助俄罗斯 叫他为俄罗斯公平公正作出更多的公言 习近平说 哎 不关我事 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人参与者 一直都劝你们讲和的了 准备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公平的参与 讨论所有方案 希望和德国保持联络 好了 他是带很多人去 其实呢 他是要稳住中德关系 就是呢 他带这么多人去 就算欧洲和中国抹面 你要明白 都不会和德国抹面 不要制裁德国企业 留回德国企业的一条生路 環境农业交通 三个部长 嘩 西门子 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 克鲁巴 这个就是做钢铁最厉害的 Benz Mercedes 巴斯夫 巴斯夫 在珠江三个州投资了100亿 100亿 歐罗 塞斯镜片 敦豪集团 拜尔 这个庞大的化学集团 带了这些人去 包括了西门子 BMW 平时这些全部在中国有极大利益 10至15家 这些重量级的人 去年德企对中国投资104亿欧元 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增加了4.3% 达到119 历史新高 和日美企业不同 德企在华的投资没有减弱 有5000家有生意 是最多在中国投资的 歐盟公司 它是世界第三位 经济 过了日本 大家看看 它的投资 总共12634个 使用了 这个是 多少亿 2000亿 累积 进口商品 中德进出口商品 2000亿 实际使用424亿美金 主要是汽车化工 这些是传统的 这些是传统的 大家看看 我们去到这里 你就明白 其实他们是面对极大的压力 我告诉你 这些企业快要爆灯 到了2020年的时候 中国企业 是占中国汽车市场多少呢 30% 即是七成是外企 德国占多少 28% 德国和日本差不多 28% 然后就是美国 然后就是南韩 南韩差不多死了 五间厂 跌下去 中国呢 培植电动车 电动车 几乎全部是中国的 中国去到五成 现在的汽车 中国占了五成 这个 德国好一点 德国还有22% 左右 日本大麻烦 只剩下17% 美国车只剩下7% 喏 这些呢 起码 美国车 第一个没有了数量 没有了 这个 Economy of Scale 就是Keyer Keyer要退出 GM快要退出 现在比亚迪 那个汽油车 那个Hybrid 这个Pug in 车 专门 专门 和本田 他的车 就贵一点 他就站得稳一点 但是 由 28% 的市占率 跌到22% 再跌到十多% 终于 你是没有了Economy of Scale 那些零件越来越贵 你越来越不够人家抖 结果是要退出的 如果再是这个趋势 五年后 外企 所有的 传统的 汽车行业 在中国就会崩溃 这段角度 我们超猫猫 大家都知道 我们跟韩国的关系 是很深的 引入韩国的保健产品 今次介绍的这家公司 很厉害 这个Franbile 这家公司 他们是全部用天然原料做的 盘着自己和家人 吃饭的方法 考虑原材料的功能性 和安全性 做最好的产品 他们是获得韩国消费者满意指数 保健品第一名 韩国消费者最喜欢的保健品大奖 韩国的No.1 首先介绍这个 Franbile的护眼素 这个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人的视网膜 在中国的黄斑颜色 就是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就是吸收到人眼 吸收蓝光的时候 我们最怕蓝光 你一天看手机 就产生黄素和玉米黄素和玉米黄素 就产生离子的保胃作用 吃了它 就No way 不会眼蒙易疑 坊间很多同类的产品 是用胶囊的 Franbile的特色 是用蔬菜做的囊 是很容易消化 用蔬菜做的囊 你就可以经过胃液 都可以保存到 不然用胶囊 胃液就会冲散了 你这些保护因素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就能消化到 现在Franbile护眼素一瓶30粒 一个月的份量 160元一瓶 9折 两瓶7折 两瓶加上256元 平均每瓶128元 这就是护督眼 有两种东西 叶黄素 和玉米黄素 是抗蓝光的 而且 全世界是用蔬菜胶囊做的 好了 第二 人到了40岁後 吃维他命必然 因为新陳代謝慢了 食物未必能吸收得到 吃剂道是最简单的补充方法 香港坊间卖的 绝大部分是美国和加拿大 Franbile的维他命 是针对亚洲人的体质 集中是B杂和维他命C B杂是很重要的 有新陳代謝分解脂肪 蛋白质 强化皮肤 分化乳合功能 而维他命C 可以改善身体的动力 減缓老化 加强免疫力 这个就特别了 Franbile 男人和女人的体质有分别 所以分为男性维他命产品 有13种 维他命 加入6种人体需要的抗物 鈣 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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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女性有13种维他命 加了一种抗物 小 这种抗物是维护甲状线的 光法 帮女人 适当补充能够预防甲状线炎 这些症口 而且维护皮肤让你漂亮些 擴氧化 減缓骨质流失 分为男女的体质不同了 超貓貓的推廣價第一瓶,9折124.2,第二瓶全部7折,96.6,一瓶60粒,吃兩個月, 吃兩個月了,每日一粒就可以了,每買兩瓶,每個月不用60元,這些維他命就夠了, 而大眾的價錢真的超貓貓才可以為你做得到的,